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19年8月29号星期四 去职员回收厂看到这一个塔式散热器,简称塔散 它是枯玛的,应该是这个派去,人家把它弄掉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尝试看有法党换这个吗? 不然说真的这个没什么派的东西这样把它弄掉有点可笑 我先找找有东西吗?还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有法党把它弄起来吗? 应该是用卡的而已 因为如果这个有法党卡,我们就可以拿一个没什么类似的东西来看 我们就拿一个同样的东西来做更换应该就可以了 算是它有一个方向性的啦 这样就拔起来了嘛 这设计上应该都是同样的啦 那就没有问题啦 那我们再把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 这有分一个角度啦,角度对卡的就弄掉了 这样就OK啦,只要用这个角座的卡榫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个应该是稍微损坏起来 因为毕竟第一次做嘛,没什么细 第二个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方向 在拦的时候比较小一点 怕太大了,它会变形 弄去弹性,你就没办法用了 然后它是它两边的,我们就两边都把它变一下 说真的,这个没什么好白啦 这设计上都有一个筐啦,可以存在 至于说它这个设计的框可能稍微看不一样 其实应该都大同小异啦 那设计的应该还是可以进去 这样四个卡的完整啦 这样我们待会拿一张房子来做看看啦 我个人认为很多东西你其实都可以在 资源回收厂找到啦 不一定要去买新的啦 当然是你要爱好,你就是直接买新的最好的 我们用这个房子测试一下 这应该要到10系列的房子吧 可以调整的比较多 我们把它召好比较滴的那两个框 所以你如果是要到旧版的 你就要把它刷进去 啊,我刷不及了,我有10系列的房子 真的是吼,起死 全部都听好了,想到 这样我们刷就倒下去 滚板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看有完全的味道 我们现在要排风处理就是这样 这也很简单啦,你就站起来这样而已 插点去去看看 OK,哦,有哦哦 风处处,这样会碰就好 啊,不过感觉最大声音有点大 这这风扇都可以玩的 这就是原厂的,原厂库马的 它也做到这么大声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吹这样子的关系 会有风切的声音啦 还是我们来试看看 真的是风扇的声音 可能也是因为太大声人比较不上的吧 不过这库马的呢 大品牌的呢 真的是风扇啦,风扇有问题啦 那这个风扇很大声 它的风切声太大了 好啦,没关系啦 反正目前测试起来是OK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等看看 有没有风扇可以修 因为有时候修得这塔山这漆片有的 都会歪掉啦 歪掉这也都很好处理的 因为它吐到变了就行了 所以如果有这个固定架坏掉的 你就是拿一个不要的风扇的固定架 然后下去换 基本上应该都通用啦 设计上都是通用的啦 所以不至于说啊,这败掉了就要整个等掉 因为有时候这都很可惜啦 毕竟你这个再买可能也是要好几百块的东西 说一件的,这你在用 没什么的那样的东西啊 你在等掉有时候很可惜啦 所以我都是有空都会去 资源回收场走一走逛一逛 那有时候真的是会找到一些蛮不错的东西 所以我蛮推荐大家都说 你如果真的要省钱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 又有空去资源回收场走一走 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啦 那这个塔山的简单的维修 我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或分享 谢谢